欢迎观赏这机的005中国超级航母 中国的超级航母的战斗水平 完全取决于航母舰上的舰载机 这一机我们谈论的是 005超级航母的舰载机 歼35中国最新型的隐形垂直战斗机 在中国武汉 某研究所有一个 钢基水泥所建造的水泥航母 用来给某院所进行各种 电池兼容的测试设备 以及各种舰载机的甲板兼容设备 做实验 根据美国的卫星摄影的最新照片 显示在水泥甲板的航母上 有一系列的中国的 歼35垂直隐身战斗机 正在停放在水泥甲板的航母上 成了一次最重大的武器升级 而且其水泥航母的舰导 不及已改成 附件型航母的款式 在水泥的航母的甲板上 停放了多架的 歼35垂直升降隐身战斗机 这和所有的舰载机群有很大的变化 这是为了003航母做先期的验证工作 从更高清的卫星照片可以揭开现在中国正在研究 歼35的隐身战斗机的战争战斗水平 歼35中国的隐身垂直战斗机早就完成的 在水泥航母上的所有兼容性的测试工作 而根据卫星的照片以及媒体的公布 歼35的隐身的尺寸大约4 长度为17.6米 机翼长宽约13.36米 相比歼载机歼15的长度22.28米 身长已经短了许多 军35的机身比起美国的F35型的隐身战斗机 小了太多 军事迷在拍摄拍到一架正在实验型的歼35 隐身战斗机飞行的雄只 这架歼35已经完成了隐形的涂装 以及身形也偏瘦 由于航母的设计都是甲板空间十分的狭小 所以舰载机如果能够更小的利用空间 更小型更有利于航母的战斗 反观是 福建型航母由于甲板空间十分的有限 所以舰载机的小型化 使福建型航母能够携带更多架次的舰载机 所以大大的提升福建型航母的战斗功能 而且福建型航母的机库尺寸以及升降机的尺寸也是十分的狭小 所以 尺寸的迷你型化 能够大大的提升福建型航母的战斗功能 所以福建型航母的调动率以及海母舰载机的触动力的频率更加的高 所以根据专家的分析 取出福建型航母只能携带70架的舰载机 现在加上歼35的迷你型化 所以大大提升福建型航母能够载送的舰载机 从70架增至85架左右 而且歼35最大的功能是 它能够在最短的滑行距离升空 这大大提高福建型航母的战斗水平 所以福建型航母携带歼35比起歼31的携带舰载机的数量更高 触动机力更高 而且更快更短的携带武器升空 更快的提高战斗的水平 而且歼35最大的改变是从舰外的挂弹改成一体化的全部内侧挂弹 这以美国的F35型的隐身战斗机有大大的区别 第一 减少空间 第二 舰载机所携带的挂弹是内置 所以在甲板上挂弹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所以歼35能够一体化的 在还没有升去甲板的时候 已经在内舱把武器挂好 所以更快的提高航母的舰载机作战的速短时间 以及更多波次的迎接航母的作战频率 而且歼35的内置化挂弹 有提高舰载机的隐身功能 能大大的提高舰载机在航母上的滑动 而且歼35的机翼是折叠型的 所以这歼35隐身战斗机可以折叠的机翼滑行到甲板上 所以大大的缩短了升空以及舰载机触动的频率 而且中国卫星电台已经公布 歼35是采用一体化的三菱打印功能打造出歼35机 这三菱打印歼35机构一体化的好处是 歼35的制造是采用最新科技的真材技术 这能够提高歼35的生产产能 也能速短歼35的建造时间 所谓真材技术是领先全世界的一体化 三菱打印技能一体的制造出歼35战斗机 它的原理是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 应用粉末式的金属或塑料等粘合材料 通过三菱打印的组成形成的方式 来建造歼35的构造物体 这种技术在全世界是首创的 所以肯见得中国的科技技术已经凌驾了全世界 成为全球第一三菱打印歼35的制造工程 而真材的制造工程主要包括了三维的设计 和组成打印的两个工程 通俗来说真材工程一般称为是三菱打印技术 虽然三菱打印技术只是建造真材工程的一部分 所以为了广泛的听众能够了解这个工程 所以一体化的工程通常人家称之为三菱的真材打印工程技术 而且中国中央电视台公布了一张 由三菱打印技术打成的一体化建造的真材技术的图纸 这些都是一体成型的工程 也是一个先进的制造工程 通过这种歼35的真材3D打印技术 中国的歼35快速的生长倍速的增长 使中国的舰载机隐身垂直战斗机 逐步的速短于美国S35C的数量 以及技能战斗水平之间的距离 歼35已经卸装了最新式的中国涡扇型19发动机 歼35的作战半径大约是1250公里 这比起美国的F35C的作战半径是十分的接近 如果再加上中国这个新型的发动机 能够大大的提高歼35的作战半径 从1250到1350大大的提高了整100公里的作战半径 歼35也是大大提高的其挂弹的种类 从挂弹的飞机对空对地对海携带的导弹比比皆是 而且歼35干装了光电跟踪系统和红外线跟踪系统 这种用了两套跟踪系统是能够确实导弹能精准的更计准目标 这些系统主要是应用于空中的搜索 以配合中国的AI技术 具有超强细的超高超远的探测能力 未来歼35完全可以跟美国的F35C产生空冲长斗 而且跟以上的种种科技数字 歼35的功能完全能够媲美 已经碾压美国的F35C隐身战斗机 如果在空中长斗发生战斗之中 无论歼35的3D真材技术 以及歼35的光电跟踪系统 还有红外线跟踪系统 和歼35配合003航母的电池弹射 将成为可以说是如釜天意的隐身战斗机 以中国的银海部分 大大的对抗了美国在航母上的趋势 以及能够抵抗美国称霸世界的航母战斗群 而且歼35也是有可能在未来 以佩戴和歼20成为最新型的空中搭档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004航母专辑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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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ヽ ノ Woo 坐在這裡 Woo 這頭髒的宇宙 誰睜開眼看見我 坐在這裡 Woo OK Who wants another cocktail Yeah Alright Remember More drinks More party Here we go One Two One Two Three Go 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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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起 起 無盡 雙 再举手 喜一字多久 歌连一出情深酒 满座衣冠皆老秀 方圈故事无知秀 喜无故难左右 万国依这忧冲斗 直到罪是人间不能留